還有沒有 我全部掃單 這麼好 但是很多人買走了 民眾如續散門 但不是買早餐 而是買契單商品 原來業者少少錢 被訂了2000多元的早餐 卻遭到惡意契單 消息傳出 不少人趕緊散門幫忙消化 原來位於高雄路族 這間早餐點 27號凌晨5點多 接到一筆外送平台 2000多元的訂單 內容洋洋灑灑 共有20多個品項 但他們一早火力全開 只為了把餐點做好 沒想到外送員送到指定地點 附近一間馬祖廟 卻發現空無一人 而且多次打電話給對方 都被切斷 他拿回來說他聯絡不到這個客人 業者是後再播電話已經關機 一開始讓店家氣炸了 白做工沒賺錢 恐怕還得賠上食材成本 但類似情況 連附近的店家也曾遇過 雖然遇到氣單 外送平台還是會跟業者分攤成本 但真要追究氣單民眾 恐怕也有間接回損罪的刑責 最高將面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就算是惡作劇 人得付出代價 TVBS新聞林一般何以信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